今天要给大家吐槽一部你明知道它烂但是却欲罢不能的电影《沙海狂杀》 这部2011年的电影在豆瓣上仅获得了2.9的分数 和复春山居图齐评《妥妥的烂片无遗》 但是这个片名竟然有一种该死的吸引力 让热爱神奇动物的人都非常想知道一条鲨鱼是如何在沙子里游泳的 故事的开头 两个小伙在沙滩上开心的骑着自己的小摩托 突然之间就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 前来查看的警察叔叔通过对伤口的对比之后 发现这是鲨鱼的咬痕 只是案发现场离海边比较远 而且这个论断太过惊世骇俗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而此时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一头长得像鲨鱼的奇怪生物 正在以一种极度不科学的方式在沙子里来去自如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出来不是 这个生物是大白鲨和土拨鼠杂交的新品种吗 而此时某个奸商正在计划着在海边举办一场音乐节 为了能让大家放心 他随便捕来了一头大白鲨就告诉众人 坐肩饭客的鲨鱼已经归岸 当天晚上那头神出鬼没的鲨鱼就冲上沙滩咬断了电缆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片黑暗 正当工人们前去沙滩上维修电路的时候 鲨鱼再次出现 一口吞掉了工人 可是自己也在狂暴的电流之下原地爆炸 ちょっと待って 整个城市的宫殿都靠一根电缆 这么明显的bug也就算了 但是你这个扎的漫天飞舞的特效 还能再敷衍点吗 突然有一种不想再看下去的冲动 看到鲨鱼已经狗带的肩商 马上就开始了音乐节的准备工作 可是当专家对鲨鱼碎片进行研究的时候 却头突的发现 这仅仅只是一头幼年鲨鱼而已 这代表着还有更大的成年鲨鱼还没有出现 而此时音乐节已经开始 沙滩上的年轻男女们正在疯狂摇摆 根本就不听专家的权告 只不过这个队形更像是在跳广场舞 没过多久 鲨鱼就被这些新鲜热辣的食物吸引而来 开始在沙滩上肆意妄为的掠食 场面异常惨烈 只有警察叔叔和专家爬上礁石 躲过了鲨鱼的袭击 但是整个沙滩上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活人 而那些鲨鱼并不打算罢休 又开始去追码头上的人 就在此时 一个拿着武器的老渔夫出现了 瞬间就扭转了整个局面 呃好像并没有 然后老渔夫想出了一个计划 他打算把鲨鱼引诱进 砸满汽油的陷阱里 把他们全部烤成咸鱼 于是他便来到了一个隐蔽的沙滩 搬来各种低音炮 制造出这里有一群人正在跳广场舞的假象 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比较智障 但是鲨鱼们竟然真的上钩了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点火 音响系统就发生了故障 音乐也停了下来 眼看鲨鱼们就要离开陷阱 肩商突然良心发现 决定牺牲自我成就众生 他冲出小屋朝着音响冲去 可是就在他爬上箱子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修音响 然后肩商又突然想起来 鲨鱼对音乐非常敏感 便开始在沙滩上跳舞 用生命吸引鲨鱼 这一举动竟然真的起作用了 鲨鱼蜂拥而来 沙滩上的汽油也顺利被点燃 所有的鲨鱼都在大火里 变成了一堆焦炭 只不过这个特效 真是让人无力吐槽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 竟然又冒出来了一头鲨鱼 体型大的惊天地气鬼神 老渔夫当场就被吃掉 而且他还冲进房子里 打算吃掉剩下的人 就连水泥地面都不能阻止他 就在这时 临危不乱的专家 捡起还没用完的燃料瓶 就塞进了他的嘴里 随着一声爆炸 鲨鱼和小屋都化为了灰烬 这个世界清净了 哎 这种烂片 大家还是不要看了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 就关心